荣幸邀请到国内外所有权威的仿生学的领域当中的专业学者来到这里起居一堂 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不能够忽视的产业趋势 那么在接下来呢让我为您介绍今天重量级的讲者 那么被介绍到的贵宾也请您可以起身挥手向大家致意 首先为一位介绍第一位是世界仿生权威专家 Biolimicry 3.8的共同创办人 Miss Janine Baniers Liz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co-founder of Biolimicry 3.8 Miss Janine Baniers Liz and Janine Baniers 欢迎欢迎 第二位推介绍是神工大学材料系继任为所教授 李万罗博士 欢迎你博士 第三位的总者是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系 助理教授陈伯伟师 我们第一位主张者是新一峰深进农业副总经理 梁佳琳先生 我们再次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主张者 那我相信在场所有的嘉宾们也都很期待 想要一起来进行我们今天访问全的论坛 那么首先我们要邀请这一次论坛的理念人 台湾经济研究院生物科技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孙智利博士来为今天的主题演讲理念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local Dr. Shen Qing Li direct of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study center or TIB.com to stage 让我们掌声欢迎你的同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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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vinikert 这个是其实这个仿生学啊 这个是最主要是来自这个无师法自然 那这个造物主38年来的这个自然的 产生了非常多的智慧 造物主的巧思跟智慧 我们可以从这个自然的螢化 来让我们在创新上面有一些思维 那首先跟各位介绍的是这个仿生学目前发展的一个趋势 首先跟各位提到一个指数叫做达文西指数 达文西指数是将这个 在美国他以这个跟这个专利跟仿生学相关的专利 还有一些学术期刊 还有他们所得到的一些计划的经费所编制成的一个指数 那从这个指数我们来看仿生学的一个发展 从这个2000年开始仿生学一直发展到最近以来 这样的一个指数已经成长过倍以上 那最主要的这个研究的领域呢 首先呢就是最 以化工方面的是最多 然后其次是这个材料科学 然后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工程学上的运用 特别是生医工程上的运用非常多 还有在这个耐银的领域也非常的多 还有一些这个树化的这个高分子聚合体 还有这个有计划学等等 那还有在生物科技方面的应用 那我们来看这个仿生学在目前在国际发展的情况 那当然这个学文 这个科学最主要是还是以美国为首 但是其实中国也在这方面的领域也加强了非常多 前十大的这个做这个仿生的这个University大学当中 中国占了五位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以美国为主 像美国的这个MIT 哈佛 发展的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多 那整个在全球区域里面大概分布是这样子 那还有很多的国家 包括德国也做得非常好 那日本 那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像英国 这个Reading 或者是Bass 大学 也有非常特别为了仿生学社的这个研究中心 那当然欧盟这些非常重视环保的发展 不管是这个法国 德国 西班牙等等 这些国家都在这个仿生有不少的这个注目 那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一个case 首先在澳洲巴基 但是最后在这个紐西兰发扬光大的这个 这个BioLytics 它是一个做这个污水处理 那这个发展的也几年 然后在紐西兰最近也得到了他们前十大一个重要的绿色企业奖 那另外是这个 这个在美国圣地牙科有一个叫BioMagita 的一个设计 它是仿造这个咸水下 它的一个能够自己会干燥的一个过程 能够将这个就是能够保留它的这个 细胞的一些结构的方式去设计 所以说它可以用它的方式 在一些生物的样子 不管是DNA RNA 这些做生物的这些样子 可以在室温下可以保存 而不用再放在冷冻室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这个 源自于这个莲花的字节效果 莲花自己有一个这个 连夜有一个字径的一个效果的这个idea 从这大自然来讲 这样的一个这个莲花的字径效果 它所设计的一个涂料 叫Lotus & Coating 这个它就是能够比较不汗污染 然后遇到水 可以把它在这个涂料的这个表面 可以非常的干净 就像这个脸叶一样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配合 就是Qualcomm高通的这个 它的这个Smart Watch 它的这个萤幕显示器 是这个利用这个蝴蝶正式的原理 然后去显示这个它的一个颜色 所以这些eReader不再是黑白 然后都特别的这个省 节省能源 所以目前仿生学的发展 已经有非常多的在产业上的一个运用 那当然浴布在2030年之前呢 跟受到这个仿生学所启发的这些产业的这个应用呢 最多的就是大概就是以化工为准 根据预测带化工材料 还有一些工程建筑 还有一些塑化制品 还有污水处理 那还有这个纺织业啊 然后有一些运输工程 甚至计算机产业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食品啊 还有这个这个石化业等等 那当然还要做像农业方面的运用 都是将来在仿生学在这些产业预域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根据这个预测 这个研究机构的预测 在2030年呢 大概可以预估在仿生学在整个全世界 大概创造了1.6兆的这个 整个这个GDP的流产值 那其中呢 1.6兆当中 其中5000亿是可以节省资源的损耗 或者是污染的产生 在5000亿上面 光在美国 一股大概在仿生学 在2030年预估 大概就可以创造 大概四五千亿美元的一个GDP的产值 然后创造了240万的就业机会 所以说这个重要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今天非常有幸 请到的Janie Benias 来到台湾 来为各位做这样的一个 国际法生学的一个趋势的分享 那这个Janie Benias 她是BioMimicry 3.8的这个Cofounder 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的一个 为了推广BioMimicry 算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的一个创办人 那川范人 那她是被誉为是设计桌旁的一个生物学家 那同时她是美国500 才那个前五百大很多企业的一个顾问 包括基因 然后保检 高露捷 耐极 Nike 等等这些重要的企业的一个创新的顾问 那她在这个事情前发表最著名的就是一个 这个人类的出入 BioMimicry Innovation Inspired by Nature 等等六本的专书 那她在她经常的在世界各地做这个法生学概念的推广 在最近才在这个Georgia的这个Atlanta 在世界五百五十大会上面发表这个演讲 那也去了这个英国伦敦的B4E的大会 那也在瑞典 这个诺贝尔奖这个得主的一个聚会 一个全球有序发展研讨会发表演讲 那也在巴西的一个这个 国际社会思潮大会上面 也是发表拼本也是进行Kino Speech 那她得到的奖项非常非常的多 在最近才刚得到一个哥登堡的一个永续发展奖 那还2011年有一个亨士家族基金会的亨士奖 那2010年呢 她在一个商业周刊的那个Business Week 她是一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大师 那在2009年呢 她得到这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技倡导奖 然后她是2008年 在CNN所票选所得到的一个 票选前十大 这个不可不知的十位大师 那在2008年她得到这个 时代杂志TIME的这个地球英权奖 那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 能够请到Janine Benius 来到台湾 也曾来到台湾 跟各位来发表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们非常期待 待会有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讲说 那我们就非常 在此就欢迎Janine Benius 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 来的主题演讲 要特别邀请到